现在都说的地表什么什么了 今天我看刘神训练 我说你是地表最快的 地表最快平板 地表最高表演动员 我听说一直在给自己鼓劲 赢一分都在给自己鼓劲 大力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 刘神说好像自信心 尤其是像我们内行人说 就是你敢不敢赢 对 尤其是你对这些阻力队员 是 因为你可能上来心态很好 你可能对他 可能我上来拼得很好 但一旦快赢的时候 这时候心里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没错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还是能比较平稳 就证明你这个队员 这个能力和水平 又是提高了一个位置 一个档次 可能越这么寒 给小炮压力也会越大 觉得今天这个队手如狼似虎 对 怎么那么顺呢 其实我们每个运动员 包括我和大力以前 小时候成长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样 就是我们那时候赢 刘子岛孔子岛 对 因为他们当时是大满贯 我们要冲击他们 就你快赢的时候 其实内心还是有很大这种波动的 就已经意识到他们以后成为主角恋了 是吧 万一赢了麻烦大了 对 万一赢了 以后怕被罚 加恋了 当年哪年你赢过我 不过确实是 就是这种 咱们说 这个年轻的运动员 在冲击主力层 在冲击这种世界冠军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的想法 一方面我想赢 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出色 另外就是 我能不能赢 可能确实会打一个问号 那就是过程 先拼 拼完然后有机会 有完机会 这球就是 这球是 这球是 哇 刷 上去 顶得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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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轻点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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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还是从反手发动 但是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的话 反手这边确实没有占到太多的优势 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跟晚上的比赛 这个反差还是非常大 刘一斤就跟马龙就是没法打 但是回过头来他晚上又发挥的这么好 现在目前来讲打的小胖很难受了 第一局赢得很轻松 现在第二局3.0以前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小胖的技术相对来讲单一 他的变化不像马龙这么多 所以他一旦遇到困难以后 他摆脱的能力显得就少了一些 但是应该说他的球来讲质量是够了 但就是这种在比赛里头的变化和摆脱 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怎么能够去让自己的技术弥补这些东西 像刚才晚上没约谈现场约谈的 现在镜头一小时给我给到这个技术了 你再去有这个可能都会总结的话 可能都会显得没那么印象深刻 对对出现问题就马上解决问题 而且作为运动员的角度 我可能自己在场上打的时候 有的环节看的不是说特别准 因为这些跟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 这些专业人士教练啊 他们最了解你 对在场下看你的问题更加客观一些 哦小胖这集写着很被动啊 这个刘丁硕的反手这个质量确实很 很胖子 这跟上打马龙确实是判若两个人 对对对 因为马龙可能技术变化比较多 没错 嗯不会给刘丁硕这么多 薄杀的空间和机会 而且其实上午啊 刘丁硕很多薄杀也有 但马龙全都给躺回来了 你跟怎么能够打B球是一样 不是因为马龙 他的这个变化多 变化多了以后 让刘丁硕很多球 他猜不到 因为一会马龙有戳长有白短 有反手的拧拉 然后有调打 是吧 这些变化出来以后 你让对手很难去 呃猜到对 预测到你的这个技术 什么样的过来的 孩子还是时尚啊 得贼一点打球 得贼一点 地表最时尚的 就在给自己大气啊 现在一直这口气缓不过来 被压住了 现在对手摁不住 总理对手现在摁不住他 对 看吴指导 吴静平指导也非常焦急 再来 哦 这都是机会 这球非常可以 这球输完 7比3难度又会更大了 6比4的话 自己发球还有一定的机会 小胖要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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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这种就很奇怪的 正常来讲 刘丁硕下午跟马龙打 没得打 对 对吧 樊正东应该跟马龙是一个水平的运动员 但是你看今天 樊正东又被刘丁硕 打的就是跟马龙打刘丁硕是一样 越打越有了 真的越打越有了 所以我感觉平方球这项运动不仅仅是比这个能力 其实还是有点技巧 战术啊包括变化这很重要 包括你说前看板 马龙为什么这么那么稳定 我觉得就是前看板当中你很难处于 处于你找到他的漏洞 找他的无畏事物很难找到 咱们后面就是马龙的比赛 这场比赛之后是马龙对队周启豪 是 估计 这个可以预测一下 这回你又开始预测 我预测马龙也 你呢 比分比分 小分小分 刘丁硕现在是10比3领先 完全中了 赛点了 完全两局没有没有任何的这些反反抗的这些东西了 是 打的好像 小胖像刘丁硕 Convention SO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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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ro 参望 哎呀 这样的话 刘丁丁说 只比四再拿一局 2比0战胜了凡震东 在前三场比赛中